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话讲出来可以让我的学生如木春风 所以教育要在感动中完成 其实我曾经自己发心 做了一个找不到学校系列 就在我们的社会大众做一个募资 然后为我们天远地区的孩子 去募集有声英语字典 当他们翻起这一本书的时候 也许他不知道里面的内容 他可以吸收多少 可是他觉得老师我跟城里的孩子一样 我可以拥有这一本字典书 我觉得公益关怀是一件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人的一辈子包括学生 你这辈子不是只有读书这件事 我们还要学习广结善缘的人脉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你透由公益关怀 你可以加速你这些的练成 都是很好的 想是问题 做是答案 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